單圖的話在雲端上也有,你可以把它call過來直接用 執行,這邊是美元 那問題來了,美元之後的話是人民幣 人民幣該如何直接就可以拿這個來改 那另外順便講一下,這邊底下有一個set source data 那range後面的話,這個其實可以把它刪掉 我是覺得你可以只留下什麼 這個是它的工作表名稱,這個應該不用 因為同一張工作表,所以這個可以刪掉 甚至你可以把這個空白加底線也刪掉,讓它往上移好了 就類似這樣 那錢的符號也可以拿掉,錢的符號拿掉的話應該就比較清楚了 那你可以看到range的話就是a1到b2 不是說剛剛我們選的fine,對沒錯 但是問題來了,假設你要把這個改成叫做人民幣折現圖好了 那當然我們不用重錄,我們直接把它複製貼過來 把它改一下好了,這邊應該改成人民幣 這邊改成人民幣 這邊切一下輸入法 那當然要改哪些地方 第一個 應該把它放到下面 這邊應該要m11 其他寬跟高都一樣,所以這邊改一下m11 這邊一樣 naps跟top 改m11 然後直接執行一下看一下 執行的話你可以看到人民幣折現圖 有了,可是它還是美元,為什麼 範圍不對嘛 那範圍怎麼改?你說改成什麼?改成c嗎? 可是問題中間還有b,所以怎麼辦? 你要避開,所以你這樣不對嘛 那怎麼辦? 特別注意喔,改的方法就是 把這邊改成就是a 其實就有點像我們剛剛選兩個範圍啦 所以記得在 第一個範圍跟第二個範圍 就是中間加上什麼?加在一個逗點 然後把這邊 移過來嘛,這邊改成c就可以了 c 這邊改成c 這樣應該都ok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上面不需要?因為它連續範圍,所以不需要 這個的話應該是分開來的 所以你變成你要在這個 中間加一個逗點 然後呢一個是a 1到a27 ce到c 所以執行一下 人民幣有了 人民幣的下一個的話是什麼?下一個應該是歐元吧 好像是歐元 歐元對美元的匯率 那如果我也要把它畫一個圖 畫在哪裡? 畫在它的下方,畫在這裡的話 那道理一樣嘛,所以把這邊 剛剛人民幣折線圖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底下,改一下 叫歐元折線圖 有沒有,那其實很簡單 只要改兩個地方應該就ok 第一個的話就是它的位置 應該是在m,應該這邊變成11 然後這邊應該是21 這邊看一下21 然後另外的話呢 還有 資料部分改一下 所以這邊改成21 這邊改成21 然後這邊的話 把c改成d 比較好 c改成d 好 這樣的話呢 把它執行看一下 執行的話 看一下歐元的折線圖會不會畫在這邊 移過來一點 這樣看比較清楚 執行 有沒有,歐元又出來了 所以啦 以此類推 其他還有什麼 日幣 還有其他的 那問題來了 你說 老師那是不是我應該有10個 這個 折線圖 那我是不是要寫10個sup 其實不用啦 最後其實你只需要 再把 這個 折線圖部分 做一個叫全部折線圖 可是問題 全部折線圖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邊好像有一些 變化是固定的 哪些變化 第一個 m1 後面一定是m11 m11後面一定是m21 所以底下 應該有固定規則 下一個應該是31 41 51 有沒有 一時類推 固定的嘛 所以呢你只要能夠產生一個變數 他能夠滿足 他第一次是1 之後的話每一次 就增加10 所以呢 下一個也許加10 下一個加加10 把那個變數放在這個位置 就OK了 第一個 第二個 話就是說 可以把這邊 這個其實也可以改得跟他們一樣 這個其實可以怎麼改 其實如果同樣的方法 有沒有 其實理論上 美元應該是改成這樣 有沒有這邊應該是b 有沒有 這邊應該是b 所以 如果你假設要 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變數是這個 1變成 11變21 那第二個的話 是這個是 第一次是b 第二次是c 以此類推嘛 所以底下應該是bcd 應該最後到多少 到k吧 我看一下 應該到 這個知道到k 所以 只要能夠把 這個 英文的單字 有沒有 一直往下 就是他藍位名稱 只要再產生 第二個變數 然後你就可以 可以寫一個全部折線圖了 所以 最後 我乾脆 再把這個拿來改 把美元折線圖 有沒有 直接貼過來 改成一個叫全部折線圖 然後如何滿足 第1個 第1個 所以 因為有 10個欄位 所以我在上面加一個回圈 叫 4 i 等於 第1到第10 因為10個欄位 Enter兩下打一個net 讓他跑10次 把這兩行 搬到中間 搬到中間之後 按一個TAB鍵 讓他下一切 首先 解決我剛剛講的第1個問題 這個地方 讓他可以第1次是1 之後 再加10 所以我可以再增加 這個上面增加一個k的變數 k等於什麼 k等於1 他初始值是1 然後後面 就通通幫我加10 所以 把這個地方改一下 M1 因為他在字串的最右邊 所以你把1delete掉 andk就可以了 改成m的k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把這個改成 delete掉 andk OK 然後移開 底下的話 只要多做一件 每下一次 就是 加10 所以k等於什麼 k加10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 第一個變數解決了 我們先把舊的先刪掉 假設 全部折線圖 我先把舊的刪掉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 全部折線圖執行的話 有沒有發現 全部折線圖 10張圖都有了 但是你說 這不對啊 為什麼10張圖全部都美元 對 因為我們還沒改 第2個應該要變的 哪個地方呢 就是 這邊有沒有 通通都是b 可是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當他 i的時候 抓第1個字b 第2個的話 就再把它換成c 意思類推 如果可以的話 那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後來我想了一個方法 這個的話其實有個方法 我再增加一個變數叫col好了 這個名稱自己取 等於什麼呢 去用一個函數叫mid mid的話呢 那我 給他文字就是 裡面就是那個欄位名稱 b c d e f g h i j k 總共有10個單字 等於是10個欄位名稱 後面的話還需要逗點 他問你說哪個字開始 那我這邊加一個i就可以了 你說為什麼放i 因為如果我假設我要抓第1個字的話 當i等於1的時候 他剛好抓到b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 豆點1 一個字 這樣的話呢 就是當 i等於1的時候 我就會取的是b 放在col 當i等於2的時候 就會取的是c 意思類推 那不就剛好符合我們剛剛要的嗎 所以再把col這個變數 把它串到這兩個b的位置 就ok了 所以怎麼串過來呢 一樣喔 把b選起來 雙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col 就是串這個變數 然後一樣呢把and前後加空白 這個b也是這樣 選起來 然後前後雙引號 移到中間 and兩個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col 然後一樣把他的 空白 and前後再加空白 寫完了 寫完之後我們來亂亂看 這個理論應該ok 先把就的刪掉 那關鍵時刻來了 看一下有沒有辦法 把結果 呈現出來 有沒有看到 美元 人民幣 歐元 美元對日幣 英鎑 每個圖呢 通通呈現出來了 那這樣就 就很ok了 所以 今天的結果 是希望各位可以把那個 剛剛講的 因為時間可能 比較 緊湊一點 所以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1 就是把美元 摺線圖部分 改成人民幣 摺線圖 其實只有改幾個 改這個 是1 然後這邊 把b改成c 再歐元 再來把 把這個改成全部摺線圖 主要兩個變數 一個是這個k 一個是這個col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拜拜